TinkerCAD現在有提供一個班級老師開課的功能 在還沒有提供開課功能之前 小朋友要畫圖事實上在申請帳號是有些困難的 因為以前Autodesk公司他們15歲以下的小孩是不能申請帳號 或者要經過父母的授權比較麻煩 那現在多了這個教授開課的功能 讓老師可以在線上直接為整個班級來開啟使用的權限 那所以第一次老師在使用的時候請你點這個教授的部分 按鈕請你點進來 那第一次他會問你的身份 當然就是選教師 然後按申請 那這個地方教育工作者這裡要打勾 然後去上課 進來 做好第一次的設定之後呢 請你直接前進課堂 那在課堂這邊呢 你就必須要去建立一個新的課程 建立新課程 那這邊就直接給他一個班級的名稱 那這邊就直接給他一個班級的名稱 要點到課程的資料裡面 那這邊也有一個加入學生的部分 那 就點選加入學生 那你可以一個一個加 一個一個加 那這邊可以打 打那個姓名 那登錄的時候他會用暱稱 登錄的時候會用暱稱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直接用暱稱 或數字 來做處理 那這是一個一個增加的方法 一個一個增加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一次增加很多個 就請點這個地方 PASS A LIST 所以你可以去從文字檔來複製 貼過來新增也可以 或者直接在這邊就輸入 那一行代表一個學生 那一行代表一個學生 假設我這邊新增加4個 那我就直接 add 4個 student 那他就會把這些名稱都帶進來 那名稱帶進來 剛剛這我們輸入的是 他的姓名的部分 那所以在登錄的時候 他會用暱稱 會用暱稱 所以你這邊可以 他會自動幫你產生一些亂數 你可以直接 把它重新命名 這樣學生可能比較好記 或者我們平常在辦研習的時候 辦研習的時候 直接把它改成 這種比較好輸入 簡單輸入的部分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改好暱稱之後 一定要按儲存的按鈕 才會生效 所以儲存按鈕按下去 才會生效 當你做好學生的設定之後 這邊有一個課程代碼 這課程代碼就是學生進來的地方 那如果 他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是把這個代碼給學生 然後學生每次進到 TinkerCAD裡面自己輸入 比如說 我就做一次 假設 我進來之後 我點進來 TinkerCAD 然後 不好意思 上次有登錄過 登出一下 好 那所以他進來的時候 這邊 進來這個TinkerCAD之後 他這邊會有個登錄 那點進登錄之後 學生就要把 就要選這一個 Student Join Your Class 然後他就會叫你 輸入課程代碼 那你把它貼上 前往我的課程 他就會問你 暱稱是什麼 那我們剛剛的暱稱就是 001到005 那你就選進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 登錄你的 學生的帳號 登錄學生的帳號 在這邊就可以 直接做新的設計 那 另外一種方式 我比較建議的方式 就是 我們把這個網站 因為學生 有時候要打那個字 一堆英文數字 他常常會打錯很久 所以我個人比較建議的方式 是在 你的網址 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你到你自己的 可能自己的網站 就新增加一個連結 然後直接按新增 你把它做好一個連結之後 學生只要到你的網站 去點這個連結 來試試看 所以 我通常會把我自己的網站 掛在那個 瀏覽器的手頁 所以學生一點進來 就會 進到我的網站 那這邊就會有 剛剛做好的按鈕 所以他直接點進來 就可以輸入 它的 它的那個 暱稱 然後就直接進來 這樣的 步驟是最簡單 也不用做任何的設定 你不用記它的 什麼 登錄的課程密碼 這是很方便 很好用的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好 那麼 所以 這個就是新的 新的功能 就是在TinkerCAD裡面 開班的新功能